人称国画画虾大师的警戒儒将蔡俊章 从事警戒40多年 多年来钻研在水墨国画上功力深厚 尤其风格独特的蔡氏墨虾最让人称道 日前他特别现场挥豪虾子和梅花等等水墨画 展现多年来学习的成果 公务繁忙的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 日前特别到台中探访有人 现场挥豪虾子及梅花等水墨画 兴笔一年来浓淡虚实的水墨画意境 耀然直上 让人看到副署长的笔画功力叹为观止 下次我们吃的这个浓淡之外 像泥肠还有他的眼睛部分 还有他的这个脚 下次的脚部分 每一个每一个画法都不一样 那么特点就是第一个 我的尾巴跟人家有没有 这个是死的 这个是吸的 吸食之间 适与不适之间 让我们能够虾子那种热油油 利用空档的线续里面 论会画虾线或是其他小品 比较适合我一边从事警务工作 那一边来做画 用画表达内心工作情境 也诉说着人生旅途寓意 透过艺术文化 水墨国画疏解压力 也丰富生活 从事警务工作40多年 即将在7月退休 展开末下班的悠游生活 以画会有过艺术的人生 人间卫视罗雄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